HELLO 大家好 大家好 那我們今天就歡迎收看我們進集的喵喵 那我們最近的話 基本上我們有我們這個夏日的這個轉蛋活動啦 那我們昨天基本上是抽到了我們的那個 喵仙人跟我們的就是那個赫拉跟我們另外一個就是那個 欸 欸另外一個其實也是毒眼欸 難怪我昨天在掉毒眼的時候他一直出來啊 這個我們這個夏日恩普莎 那目前來說的話 其實夏日三茶化的話感覺好像還不錯啦 不過我們已經抽了一單了 所以我應該 就不會再抽了吧 畢竟我們這遊戲真的是花了超級無敵多錢的感覺好不好 所以不想來說的話 大家可以就是 把你使用過的這些就是我們泳裝貓貓的一些性能啊 或是你覺得他們好不好用 在下面留言告訴哲平囉 好 那當然我們今天打關卡之前呢 每天早上時間都會有我們進集喵喵的時間喔 那中午12點的話 可能會有我們的這個 欸 創世神的小精華 或是我們的這個最強蝸牛 或是我們的那個 健身環大冒險喔 最近健身環大冒險比較少派的原因是因為我最近都在出門啦 沒有什麼時間運動 所以就比較少在拍運動的這樣子喔 不過之後的話 還是會把它玩玩啦 那5點半的話是我們的貓咪大冒險 那7點是我們的一拳超人最強之男喔 那晚上9點的話 會有一些就是有趣的小遊戲啊 或是我們一些就是這批喜歡玩的小遊戲 最近比較常更新我們那個明日方周啦 然後之後的話也會有一些公道影片會在那個時段出現喔 所以大家會一片有五部的影片來陪伴大家 所以如果沒有通知到的話呢 基本上你可以自己點進來看喔 你們無聊的時候都可以點進來看一下 看一下哲平有沒有出影片 基本上是一天都會有出五部的影片喔 來陪伴大家度過無聊的時光啦 好 那沒問題 那我們今天玩基本上 嗯 祖先劇情上是已經打到一個緊繃了嘛 對不對 就是我們已經要打到就是 我們要下一個關卡才可以 就是要打完我們那個RANK48才可以再繼續打下去 所以我們今天就來打一下RANK48的關卡 看一下你們是長什麼樣子喔 不過這關卡一關就要120的精力欸 這有點多是不是 這真的是有點多 所以這邊的話就要喝一下飲料了喔 雖然打完之後他會讓我們就是直接那個啦 直接就是回復到滿了 但是我覺得接下來這個就是 RANK關卡真的就是 需要耗的那個體力甚至很多喔 好 那最近因為我們就是有那個 波在盾嘛 所以基本上的話我們這邊就不那個了好了 就是我們就 不做一波那個就是 呃 自動戰鬥了 要不然這邊可能會很危險這樣感覺喔 好 我們這邊先讓他們撞我一下啊 好 撞到了 然後 這邊的話 再讓他們撞我一下啊 撞完之後的話呢 馬上全出 然後凱斯力全出這樣子 基本上我們這樣的話就可以把我們所有的那個 角色都充滿一點點喔 OK 沒問題 再下一隻 然後 來 沒問題 全部都叫出來 他這關的話基本上因為RANGE只有1啦 然後 可能比較麻煩就是那個RANGE1之後的話 他的那個就是 一些東西可能就 因為 呃 王就是下一關嘛 所以你必須要叫出一些貓貓的時候 你可能就沒有扮像我們以前那麼的 就是順利的直接叫出一大堆喔 所以這邊的話他給你一大堆這個藍色幽靈這樣子 那這關的話基本上都是我們這個 木屬性的角色 所以應該是可以用我們就是那個啊 用我們那個 欸 賀拉來打一波不錯的傷害喔 你看我們這邊的話 那個海神波曬盾 這就是他一個比較厲害的地方了 就是 王冠的時候把他衝出來的時候呢 他基本上很難被彈飛啊 那他被打死的話 基本上因為 你這遊戲被打死的角色的話 都會很快的可以就是 呃 再叫出來啊 所以這邊的話 叫出我們這個 波曬盾真的很猛欸 啊 可是他掛掉了 那掛掉之後的話應該會升很快啦 所以應該是可以馬上再把他叫出來喔 好 那這關基本上因為我們的坦克 已經換成波曬盾這些了 所以基本上的話就是 呃 你必須要穩定住的話 可能就是要先看一下我們那個 呃 呃 雅典娜可不可以先穩定住一下喔 但是我們這邊雅典娜是火屬的那個角色 就是應該沒問題 呃 我們這邊的話 我們的那個 超級無敵 硬硬坦克好不好 我們的這個 波曬盾又登場了 你看慢慢的走過去 然後基本上很很少會受到一個 就是 就陣線真的很穩定啦 說真的 這個波曬盾喔 你看就是一直往前進就可以了 然後被打死之後的話 因為我們被打死之後 吸氣時間會變快 所以我們那個坦克 就可以很好做一波發揮喔 沒有問題 欸 等一下 Stage 2 所以他還有是不是 啊 沒啦 奇怪 我剛剛看到Stage 2分之1什麼意思 我就不太知道了好不好 那目前來說的話 我們這個 38層啊 應該 呃 48是不是 啊 對 這個48層的話應該也還好啦 所以我們可以繼續再努力往前進 我覺得這一次多了我們這個 波曬盾真的是變得很不錯就對了 因為目前來說的話 我們的坦克就是變得很穩定 只是 波曬盾這邊的話 真的就是他的那個缺點 就是他走路速度有點太慢了 不過目前來說 我們才給他二階進化 就已經中坦了 那他的那個 三階進化的話 應該會更恐怖一點點喔 好 魔彈大戰 來看一下喔 我們一樣就是繼續來存點錢啦 然後因為我們現在 前排坦克算是還蠻穩定的 所以應該是可以讓那個 別西普來做一個 倆弓的姿態喔 所以我們這邊的話 盡可能就會把我們一開始 這些角色全部都 讓他們撞到我們剩下一格血 我覺得會比較 稍微好一點點 好 撞起來 然後我們的雅典娜 然後這邊的話 我們再叫一隻出來的話 我們就可以那個了 我們叫一下別西普 再叫那個 四扣地喔 好 那這樣的話 基本上差微就穩定了 那這關的話看起來 好像是天使敵人 再加上我們那個 水屬敵人的關卡喔 那目前來說的話 應該是 趨近穩定 反正我們王關的時候 再叫出我們 就是那個 破曬盾就可以了喔 那前後面的話 先疊一些就是 比較厲害的法師角色 三障啊 或是曹操都可以疊起來 因為這兩隻的話算是 不會受到屬性傷害 克制的兩隻那個 光法跟暗法喔 應該沒問題 然後 孔明 然後再叫一下我們的 雙火球赫拉 欸 然後我們就開始在等錢包了 反正有王關 或是一些就是 比較難打的一些角色的話 我們再叫那個 喔 波曬盾出來擋 就應該是沒問題的 那平常的話就先叫那個 就是 雅典娜出來喔 因為 波曬盾你如果你叫太多隻出來的話 他真的就是 會在後面散步了 那真的比較麻煩的 上次大家都應該看過了喔 好 沒問題喔 感覺是ok的 因為我們只要就是關卡有點簡單的話 我們就推太快的話 那個破曬盾就會在後面一直走路啦 所以這不是 不是一個好消息就是了喔 所以盡量就是 要讓他就是 啊王關的時候再出來會比較好 好沒問題 這邊先把這個塔給打掉 後面還有一隻那個 水屬的法師喔 這關感覺就比較麻煩 而且這關的話 Stage是有三層的 三層龍的話 稍微就比較麻煩一點點喔 裝戲啦 哎 你要剩你錢包繼續出 可以喔 感覺是快要到我們那個 Boss關卡啦 反正Boss關卡一出來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馬上叫出 我們那個破曬盾了好不好 真的是超級無敵塔 而且他不太容易被擊飛啦 除了遇到我們上次那個 四屍的史萊姆好不好 四屍史萊姆那就不好說了 那基本上一般來說的話 應該都還是沒什麼太大問題的喔 好聽一下聲音 哎最近好像都是這個關卡的聲音 哎這個聲音其實感覺就好像 沒有這麼的麻煩喔 哎破曬盾其實是從後面 伸出來 其實也是走很慢就是了 只是王冠的話真的是比較稍微好一點點 你們加快一點點 有沒有裝備是可以讓他加快速一點點的 哈哈哈哈 不然這樣真的是很麻煩耶 來了來了來了 我們的 我們的破曬盾要往前進了 會不會他根本還沒倒到前面 我們前面的那個 敵人就死光了啊 來了出來出來了 出來了你看 破曬盾世界無敵坦啦 好不好 沒有他被彈飛了 哦 還是得靠別西普啊 哎 這邊一整個combo哎有沒有 後面那個 我們那個 不是別西普 後面失扣地 然後前面那個孔明 完全沒問題啊 來 繼續打起來 呵呵呵 我們這是 神坦破曬盾 真的是因為他真的是太坦了 所以這邊的話基本上就是 呃 把他削弱的地方就是他沒辦法走路走這麼快啦 其實就很像一顆石頭 我覺得還算是不錯啦 就是一個 超級石頭的角色這樣子 然後你可以就是 就是很穩定的就是在前排擋住一些東西 但是我覺得真的要穩定的話 就真的要去看一下那個 看一下就是我們真正打一些就是 呃混沌級關卡 比如說那個死神啊 或是我們一些角色關卡的話來說 才會比較 明明確一點點哦 沒問題我們就繼續來 其實多一次我們的破曬盾的話 其實我們這個就是 法師陣型來做的話 就真的是打的還蠻 蠻爽快的啦 就真的很愉悅哦 沒有問題 直接打到了下一關 應該是49了哦 那看應該可以到達那個 Rank 50 應該沒什麼問題哦 拿寶石 哎來看一下 49了 應該今天可以打到第50Rank哦 我們Rank可以升到50 聽說現在 Rank好像有70幾吧對不對 聽說是70幾的樣子哦 所以我們現在 已經慢慢在往上提升了 沒有問題 來看一下啊 其實比較建議 如果你是想要小課的玩家的話 你都是可以去買一下那個升級的那個禮包 因為升級那個禮包的話其實 還算是蠻賺的啦 就是小小的那個鑽石 你花小小錢就可以拿到小小的鑽石 這樣還算不錯 曾經的美女與野獸哦 感覺這關卡感覺會比較 不知道該怎麼辦哦 這關的話 畢竟是我們的那個 50層大關啦 這兩隻一起出來的時候真的很像 全線敵人哎 好沒問題 那我們就來了 撞一下 迪西普 這些都出 然後10塊地 然後全部都出出來 哎呀 這樣我們基本上應該是沒有什麼太大問題的哦 那待會的話我們就一樣把那個角色都先留到那個 我們的那個什麼 留到我們的BOSS關卡再把那個波曬盾出出來 那這關的話基本上是我們的 火屬跟暗屬的關卡哦 那剛好暗屬的話可以就是被我們就是三仗來打一波 而且我們三仗這邊是已經二階進化 所以它是有三菱的光砲的哦 三菱光砲打下去的話基本上傷害也是非常可觀的哦 好 下一隻叫我們的那個 控名出來 諸佛孔名 先叫孔名出來哦 其實我們的烏姆爾真的還算是蠻坦的就是哦 我們看這邊直接打那個 差不多有五千多滴的傷害 其實真的很不錯 而且它是直接被吹到超遠的 就是超高的地方哎 因為他剛打完的一瞬間我們沒有看到他角色在哪裡 但是他後來是降下來了 所以基本上他的那個 欸三仗的那個吹分能力應該是還蠻高的哦 他可以直接把別人吹很高這樣子 那吹很高如果再配上我們就是那個 呃 四扣地的話應該就可以再打出一些不錯的成績 因為他很高嘛 然後我們四扣地的這個基本上就是可以打一個 一個超大範圍區域的 所以因為沒什麼太大的問題哦 那這關的話基本上Stage是兩層啦 感覺目前打起來的話應該也是還好的狀態 我們就繼續努力向前進 不知道這關的Boss是誰耶 曾經的美女玉野獸是什麼意思 忘記預約電視節目了 笑死 我不知道大家小時候有沒有就是錄影帶 因為像我們以前的話有一個錄影機 然後錄影機的話是可以預錄一些節目的 然後再放在那個就是我們那個 放在我們那個就是錄影帶裡面看這樣子哦 這關的音樂好像都是比較 哇這真的是美女玉野獸啊 但好險我們這邊破曬盾是我們水屬 嗚 欸 這裡太帥了吧 哇 它很像那個喵魔欸 我覺得它很像喵魔 但是我們這邊是有那個破曬盾哦 應該是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吧 撞一下 喔 破曬盾 你看 哇哇哇 你看破曬盾這個 哇 欸 破曬盾打這關超棒的欸 它直接一個連檔有沒有 跟石頭一樣猛讓它撞你知道嗎 七千多點的傷害瘋狂的打欸 還不錯欸 喔 它被打下來了 你看你看 瘋狂猛撞 瘋狂猛 你看 看 破曬盾還沒死 還沒死哦 啊 死了死了死了 但是我們死掉之後你會發現 我們這邊破曬盾的這個就是 CD時間啊 就是變得很快有沒有 所以我們很快可以就是再叫下一隻的那個 破曬盾突然幫我們擋攻擊啦 所以這就是那個為什麼大家會推薦就是 哇 你這個 漸漸攻擊有點太帥了吧 我真的覺得這隻很帥欸 那大家為什麼推薦我們就是破曬盾在王冠的時候 施放的原因就是這樣子 因為你基本上這樣的話被打死之後 你可以馬上就是 減他的CD時間然後讓他馬上回來復活這樣子 來來來 再撞啊 撞起來啊 撞起來啊 撞啊 開撞啊 唉唷 唉唷 而且你看我們這邊孔明還很不錯 啊 它穿過去了是不是 玩玩玩玩 穿過去了穿過去了 那我們這邊的話基本上就是要趕快把那個 他們給彈盃會比較好一點點喔 哇 這雙劍真的是很帥欸 我的天啊 哈哈哈哈 這遊戲的那個敵人的那個攻擊姿態真的是做得很棒喔 真的是很棒 哇 好恐怖喔 雙劍連擊 好險它沒有打出什麼那個裂坡或是什麼之類的 如果有的話應該會蠻噁心的喔 好 我們呢 破曬盾又走過來了 哈哈哈哈 撞起來 破曬盾 沒有問題 你看 七七七七七這樣打 總共打也差不多有兩萬多的傷害了吧 有沒有 可以啦 你看我們這個破曬盾這個是猛的 猛的 喔 炸死了 哇 欸 我真的覺得這隻那個成績的美女野獸真的有點猛好不好 那其實主體的話還有後面那隻法師欸 把這隻法師撞掉才算是結束 喔 又遇到了一個全新的物種敵人了 太很期待後面的東西 我覺得破曬盾我們這邊真的是超級無敵坦欸 真的可以先考慮把那個 神獸之血先給他 因為我們如果用他能夠再打我們就是那個 混沌級的那個死神關卡的話 我們就可以用那個關卡來刷那個就是 神獸之血了 我們就不用擔心了喔 應該是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了啦 太酷炫了吧 欸 這關剛好是火屬的啦 所以剛好跟他硬碰硬是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那如果遇到就是木屬的關卡的話 可能稍微就比較尷尬一點點 尤其是我們就是那個什麼啊 死神關卡那一關的話 基本上有一個那個木屬的那個 木屬的那個就是幽靈馬 那可能就會比較尷尬一點 到時候要跟他看看一下到底打不打得硬喔 好 沒有問題 哇 我們今天大概直接把Rank衝到50等了 應該是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喔 曾經的美女與月獸真的是 有點帥氣的關卡啊 不過我們的波塞盾 也看到他的價值了 所以波塞盾真的是一隻還蠻好用的盾牌 但是不推薦開自動模式就是了好不好 哈哈 好啦 那我們今天就先玩到這邊 覺得我們波塞盾真的很有趣很有用的話 可以幫我影片點個喜歡好不好 那我這期影片再見囉 大家掰掰啦 掰掰 zeigtnia 喜歡 街上的影片 我們下期待 我們看來